桃園市下午下起大雷雨 没想到造成停电了 就是在下午桃圆平镇区 金陵路上的电杆突然间被雷击中 电线因此落地还冒出阵阵火花 导致平镇区多地一共有2968户停电 台电也紧急派工程人员进行抢修 在傍晚5点之前 全数的完成复电 车道中间突然冒出火光 让行进车辆纷纷闪避 但没多久火势越来越大 一台机车恰巧夺转行径 察觉不对 停下查看 就是这画面让骑士吓了好大一跳 整条电线从电线杆上掉落地面 尾端还烧出阵阵火光 浓烟窜天 这一幕让右路人赶紧报案 消防车火速赶底也不水线灭火 一查之下才发现跟大雷雨有关 而好像有一点多 桃圆下起大雷雨 平镇区金陵路一处电线 还不幸遭雷击 掉落地上起火 酿成约2968户停电 而台电派源抢修 傍晚五点前全数完成复电 电线遭雷急落地 也留下焦黑痕迹 提醒民众近日午后 常用雷雨来袭 户外活动得留意 自身安全 接着台湾中国报道 我认为这些耳猛的情况 我们下车在哪里 下车的温柔